海洋公园今年不向45周年 今年也不断加入新元素 借此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 今日海洋公园宣布与Animoca Brands旗下的Sandbox 成为合作伙伴 在虚拟世界透过非同质化代币 NFT资产及游戏 建立元宇宙版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行政总裁黄四辉表示 海洋公园在今年庆祝45周年同时 将运用多个创新方式进行变革 公园不但会设立全新零售 餐饮及消闲区 健康主题区和历险主题区 亦会启动元宇宙之旅 重新构想公园与访客的互动模式 访客和访客之间的联系 以及他们在海洋公园的历险旅程 他又指出 海洋公园与The Sandbox的合作 是其中一个创新项目 亦是品牌的重要策略发展 海洋公园将于The Sandbox元宇宙的虚拟土地 创建满载海洋公园独有特色的内容及产品 相信无论是公园访客或是NFT社群 都会期待在全新维度探索海洋公园 以及在平台上创作 及分享他们独一无二的精彩内容 The Sandbox营运总监兼联合创办人 Sebastien Bourgetti表示 海洋公园作为香港的标志性景点 是香港文化及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很高兴海洋公园加入The Sandbox元宇宙 希望集注这次合作 能够展示如何透过NFT 即Play to Earn 边玩边转模式 吸引和奖励来自本地及世界各地的访客 请不吝点赞订阅